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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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基西县人 今年50岁 他是美国Columbia大学哲学博士 大思想家读以先生的学生 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多年 先后办新经年杂志《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 现任驻美大使 他有一本四十字书 是一本很有趣味的自传 可惜没有写完就打住 他的著作很多 这里只想举出一部分重要的高中学生可以看懂的 胡适文存 胡适文存二集 胡适文存三集 包括各方面的论文 是本书的源头 《中国古代哲学史》是第一部用西洋哲学做比较的研究而写成的中国哲学史 《白话文学史》上卷是第一部专序进于白话的文学的中国文学史 《长世集》是第一部白话诗集 这些都可以说是画时代的著作 影响非常广大 还有他翻译的短篇小说 也有广大的独众 差不多每种国文教科书都选了的最后一课 《汉二渔夫》便出在这个一本里 胡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新青年时代他的影响最大 文学革命他可以说是主帅 他的文学改良厨艺实在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在那篇论文里 他提出了他的八部主义 是单从消极地破坏的一方面下手 后来又做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但是这篇文章名为建设的 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利 胡先生说过 文学革命的运动 不论古今中外 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 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 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 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 解放正式消极地破坏的工作 胡先生的大成功就在他的破坏的工作达到了那解放的目的 胡先生又是思想革命的一员大将 他用评判的态度重新固定一切的价值 他拥护科学 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 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这里建设的比破坏的多 可是他的最大的建设的工作还在整理国库上 中国古代哲学史 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就小说的考证 都是用评判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库的功夫 这些对于就有的学术思想给了一道新的光 胡先生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 以上种种便是他对于再造文明的贡献 但是他从办努力周报起 实际政治的兴趣渐渐浓厚 那时他的朋友有反对他的 有赞成他的 他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奇录》 说明他的政治的兴趣 不致妨碍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 不过努力周报还副刊读书杂志 独立评论却差不多是纯粹政治性的刊物 他显然偏向那一条路了 现在做了驻美大使 简直是在那一条路上了 他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库方面的攻击 可以说已经是不朽的 对于实际政治的贡献 目前还难以定论 本书开端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先生专给本书写的 他说 我选的这22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 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 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 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 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 代表我对于整理国库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 我现在给每一组做一个简短的提要 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读本书自然该从这一篇入手 胡先生在第一段里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 一个是哈斯里 一个是杜尹先生 哈斯里教我怎样怀疑 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杜尹先生教我怎样思想 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代正的假设 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科学方法是胡先生的根本的思想方法 他用科学方法评判就有的种种思想学术 以及东西文化重新固定一切的价值 结果便是他的文存 哲学史 文学史等 他创作白画诗也是一种实验 也是科学的精神 这是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 他又说做诗也得根据经验 这是他的诗的经验主义 在他科学的精神真可以算得一以贯之 他编选这部书的用意 在篇尾说得很明白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 菩提达摩东来 只要寻一个不受人祸的人 我这里千言万语 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祸的方法 被孔秋 朱熹牵着鼻子走 固然不算高明 被马克斯 Lenin Stalin牵着鼻子走 也算不得好汉 我自己绝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 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 教我的少年朋友们 学一点防身的本领 努力做一个不受人祸的人 这个不受人祸的方法 便是科学的方法 也便是哈斯里汉都尔先生所教人的 哈斯里教人怎样怀疑 怀疑是评判的入手处 胡先生在《新思潮》的意义里 指出评判的态度 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第一 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 要问 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第二 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 要问 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第三 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 都要问 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 人家这样做 我也该这样做吗 难道没有别样做法 比这个更好 更有理 更有益的吗 这是怀疑 这是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存遗憾怀疑不同 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的态度 是从哈斯里的存遗主义来的 胡先生说 达尔文与哈斯里在哲学方法上最重要的贡献 在于他们的存遗主义 存遗主义这个名词是哈斯里造出来的 直译为不知主义 孔秋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这话却是存遗主义的一个好解说 但近代的科学家还要进一步 他们要问 怎样的知才可以算是无疑的知 哈斯里说 只有那证据充分的知识 方才可以信仰 凡没有充分证据的 只可存遗 不当信仰 这是存遗主义的主脑 哈斯里是达尔文的作战先锋 从战场上的经验里认清了科学的唯一武器是证据 所以大声疾呼地把这个无敌的武器提出来 叫人认为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 自从这个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 世界的哲学思想就不能不起一个根本的革命 哲学方法上的大革命 于是 19世纪前半的哲学实证主义 就一变而为19世纪末年的实验主义了 独以先生教人怎样思想 胡先生在独以先生与中国里特别指出 独以先生不曾给我们一些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 例如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 自由恋爱之类 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 是我们用这个方法 去解决我们自己的特别问题 他的哲学方法 总名叫做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是存疑主义的影响所形成 他和存疑主义可以说是一贯的 独以先生的实验主义 分开来可做两步说 第一是历史的方法 祖孙的方法 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 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 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断 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 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 上头有他的祖父 下面有他的子孙 捉住了这两头 他再也逃不出去了 这个方法的应用 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 因为他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 所以发生的原因 指出他的历史的背景 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的地位与价值 所以不致有过分的苛责 一方面 这个方法又是最严厉的 最带有革命性质的 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 所发生的结果 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 所以最公平又最厉害 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 评判精神的运动的一个重要武器 第二是实验的方法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 一是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 二是一切学说理想 一切知识都只是代证的假设 并非天经地义 三是一切学说与理想 都需用实行来试验过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经识 第一件 注意具体的境地 使我们免去许多无畏的假问题 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 第二件 一切学理都看作假设 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 第三件 实验可以稍稍限制 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想 实验主义只承认 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 步步有智慧的指导 步步有主动的实验 才是真净化 胡先生指出 具体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 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 在《都义论思想》里 胡先生说 都义的哲学基本观念是 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 都义哲学的最大目的 只是怎样能使人类 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 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 换句话说 都义的哲学的最大目的 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 都义所指的思想 有两大特性 一是 必须先有一种 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 二是 必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 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 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 都义论思想 分作五步说 第一步 疑难的境地 第二步 指定疑难之点 究竟在什么地方 第三步 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 第四步 把每种假定所含瓜的结果 一一想出来 看哪一个假定 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第五步 证实这种解决 使人信用 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 使人不信用 胡先生特别指出 都以一系的哲学家 论思想的作用 最注意假设 上面所说的五步之中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三步 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 我们研究这第三步 应该知道 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 是不可抢求的 是自然涌上来 如潮水一样 压制不住的 但是它若不来时 随你怎样搓头抓儿 挖进心血 都不中用 所以 思想训练的着手功夫 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 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 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 从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 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 这种有意识的活动 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 还可训练我们 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 来限制假设的范围 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 还有一层 人生实际的事业 处处是实用 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 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 来评判假设的能力 可以养成我们实验的态度 养成了实验的习惯 每起一个假设 自然会推想到它所含瓜的效果 自然会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 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 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 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 创造的智慧 创造的思想力 主要的得靠活的学问知识养成 所以胡先生自己 虽然只将哈斯里 都已的方法应用在 文学革命汉整理国故等等上 但他看见一般少年人 跟着他向固执堆去乱钻 却以为是最可悲叹的现状 他希望他们及早回头 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 他说那条路是活路 这条固执的路是死路 自然科学的知识 是活的学问知识 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 可以造成科学文明 工业世界 这便是胡先生所希望 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的科学的精神 是一贯的 他所信仰的新人生观 包括宇宙观 便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 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 他总刮吴智辉先生的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 及人生观的大义 加上一点扩充和补充 提出了这个新人生观的轮廓 第一 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第二 根据于地质学 及古生物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第三 根据于一切科学 叫人知道宇宙 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 皆是自然的 自己如此的 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 主宰或造物者 第四 根据于生物的 科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生物界的 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 因此 叫人更可以明白 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 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第五 根据于生物学 生理学 心理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 它和别种动物 只有程度的差异 并无种类的区别 第六 根据于生物的科学 及人类学 人种学 社会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生物 及人类社会眼镜的 历史和眼镜的原因 第七 根据于生物的 及心理的科学 叫人知道 一切心理的现象 都是有因的 第八 根据于生物学 及社会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 道德理教是变迁的 而变迁的原因 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 寻求出来的 第九 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物质 不是死的 是活的 不是进的 是动的 第十 根据于生物学 及社会学的知识 叫人知道个人 小我 是要死灭的 而人类大我 是不死的 不朽的 叫人知道 未全种万事 而生活 就是宗教 就是最高的宗教 而那些替个人 谋死后的天堂 净土的宗教 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这种新人生观 原可以算得 科学的人生观 但胡先生 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 主张叫他做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 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 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 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 尚受不过百年的 两手动物 人 真是一个 秒呼其小的微生物了 然而 这个渺小的两手动物 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 和相当的价值 他用两手汗一个大脑 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 想出许多方法 造成一点文化 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 未尝没有美 未尝没有诗意 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 未尝没有充分运用 创造的智慧的机会 胡先生虽然说 小我是要死灭的 但是 个人自有他的不死不灭的部分 他的一切作为 一切功德罪恶 一切语言行事 无论大小 无论善恶 无论是非 都在那大我上 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 我们应该说 说一句话 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 走一步路 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 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 能如此做 便是道德 便是宗教 这样说法 并不是推崇社会 而抹杀个人 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 个人虽渺小 而他的一言一动 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 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 懂得个人的重要 才懂得胡先生在 Yveson主义里 所提倡的一个健全的 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这和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并不相反而相承 他在那篇文章中引用 Yveson给他的朋友的信说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 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 要使你有时觉得 天下只有关于我的是最要紧 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 你要想有益于社会 最好的法子 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 铸造成器 有的时候我真觉得 全世界都向海上撞成了船 最要紧的 还是救出自己 胡先生说 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 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 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 铸造成器 把自己铸造成器 方才可以希望 有益于社会 真实的为我 便是最有益的为人 把自己铸造成了 自由独立的人格 你自然会不知足 不满意于现状 敢说老实话 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 做一个贫贱不能赢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趋的 stockman医生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一面教我们学Nora 要努力 把自己铸造成个人 一面教我们学stockman医生 要特立独行 敢说老实话 敢向恶势力作战 少年的朋友们 不要笑这是19世纪 Victoria时代的臣腐思想 我们距离Victoria时代 还老远了 欧洲有了18、9世纪的个人主义 造出了无数爱自由 过于面包 爱真理 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事 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这也是胡先生 所希望再造的文明 胡先生思想的肩价 大概如此 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 是他的方法论 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 是他的人生观 但他不是空谈外来进口的 偏向纸上的主义的人 他说主义应该 和实行的方法 何为一件事 他做到了他所说的 他指出 反主义都是应实事而起的 某种社会 到了某时代 受了某种的影响 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 于是 有一些有心人 观察这种现象 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 这是主义的源起 主义出起时 大都是一种 匡正挽救 当时的弊端和祸害的 具体主张 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 传播的人 要图简便 便用一两个字 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 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 主张成了主义 便由具体的计划 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主义的弱点汉危险 就在这里 因为世间 没有一个抽象名词 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 都包挂在里面 他曾在美洲评论里说过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 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 不去实地考察 中国今日的社会 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舆论家的第一天职 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 实在情形 一切学理 一切主义 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有了学理 做参考材料 便可是我们容易懂得 所考察的情形 容易明白 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 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所以他劝人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 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一切主义 一切学理 都该研究 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 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心条 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 不可奉为荆科玉律的宗教 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 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 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如此 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 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 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在心思潮的意义里 胡先生曾说 心思潮的手段有两项 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 政治上 宗教上 文学上种种问题 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 新学术 新文学 新信仰 前者是研究问题 后者是输入学理 但是 心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 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 新文学的运动 便是一个最明白的理 而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 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 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 受学理的影响 所以他希望心思潮的领袖人物 能把一切学理 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药问题上去 能在研究问题上面 做输入学理的功夫 能用研究问题的功夫 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 他说 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 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 再造文明的进行 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 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 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 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胡先生的贡献 大部分也在问题的研究上 文学革命是一些具体问题 整理国故也是一些具体问题 中西文化 问题与主义 都是一些具体问题 他讨论问题与主义 只因当时民国八年 乘五四六三之后 国内正倾向于空谈主义 这问题是与许多人 有密切关系的 他讨论中西文化 也只为 今日最没有根据 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 是积扁西洋文明为唯物的 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 他说 这本来是很老的见解 在今日 却有新兴的气象 从前东方民族 受了西洋民族的压迫 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 来安慰自己 近几年来 欧洲大战的影响 使一部分的西洋人 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 起一种厌倦的反感 所以我们时时听见 西洋学者 有崇拜东方的 精神文明的议论 这种议论 本来只是一时的 病态的心理 却正投合 东方民族的夸大狂 东方的旧势力 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因此 他觉得 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 他研究的结果是这样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 是知足 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 是不知足 知足的东方人 自安于简陋的生活 所以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 自安于愚昧 自安于不是不知 所以不注意真理的发建 与记忆器械的发明 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 所以不想征服自然 只求乐天安命 不想改革制度 只图安分守己 不想革命 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 不能跳出来 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 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 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 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这种文明 只可以恶意 而绝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 他们说 不知足是神圣的 物质上的不知足 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 气机世界 电力世界 理智上的不知足 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 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 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 自由正体 男女平权的社会 劳工神圣的喊声 社会主义的运动 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 一切进化的权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 来寻求真理 以解放人的心灵 来制服天行 以工人用 来改造物质的环境 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 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这样的文明 应该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这样的文明 是精神的文明 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 绝不是唯物的文明 因此 他说我们自己要认错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自己不如人 肯认错了 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学认家 他说 不要怕模仿 因为模仿是创造的 必要预备功夫 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的 基本观念 是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 他有一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说得很详细 据今日而言文学改良 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 一言以弊之曰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 虽皆有成前起后之关系 而绝不容完全抄袭 其完全抄袭者 绝不成为真文学 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 白话之文学 自诵以来 虽见秉于古文家 而终一线相承 至今不绝 岂不以此为无国文学趋势 自然如此 故不可敬恶 而日以偿大言 无辈之功古文家 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 而强欲作一千年 二千年以上之文 此说不破 则白话之文学 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 而世之文人 将由彼伯之 以为小道协尽 而不肯以权力经营造作之 福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学 而往文学之发生 此由不耕而求祸 不食而求饱也 义中不可得已 实乃安草雪擎珠人 所以能有成者 正赖其有特别毅力 能以权力为之耳 这里最重要的是 将白话文学 当作中国文学正宗 这一点 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 说得更明白 自从三百篇到《鱼经》 中国的文学 凡是有一些价值 有一些生命的 都是白话的 或是近于白话的 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 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这的确是一个划时代的看法 即使欠功平线 他说 死文言绝不能产出活文学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 必须用白话 必须用国语 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他在《尝试极字序》里说 我们也知道 单有白话 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 我们也知道 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做理子 但是我们认定 文学革命必须有先后的程序 先要做到文学体材的大解放 方可以用来 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我们认定 白话实在有做文学的可能 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 文学革命是得从文学体材的大解放下手 真是一针见血 胡先生的大成功 就在他能看出这个先后的程序 他和他的朋友们 集中力量在这一步上 加上五次运动的影响 两三年间白话文的传播 便已有一日千里之势 胡先生所谓文学 范围是很广的 他主张用白话做各种文学 说 我们有制造新文学的人 都该发誓 不用文言作文 无论通信 做诗 译书 做笔记 做报馆文章 编学堂讲义 替死人做墓制 替活人上调成 都该用白话来做 这里文学汉文是同一个意义 用白话做各种文学 也是解放文字体材的工作 但是上节话中所举的各种文学 除做诗汉译书外 其实都是应用的文字 这种种文字体材的解放 却远在新诗小说戏剧 小品散文 以及长篇议论文之后 直到近年才开始 胡先生自己大体上是照他所主张的坐着 但就一般社会而论 这部分文体的解放工作 还需要努力才能完成 文体的解放 究竟只是破坏的工作 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 其实还是破坏的方面最有利 他自己的评判没有错 但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在建设的方面也有一点贡献 若要造国语 先需造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 自然有国语 真正有功效 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 便是国语的文学 便是国语的小说 诗文细本 国语的小说 诗文细本通行之日 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 试问 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 来做几篇白话文章 居然能写得出 好几百个白话的字 可是从什么白话 教科书上学来的吗 可不是从水浒传 西游记 红楼梦 如临外史等书学来的吗 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 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 定下来的 我们今日 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 还需先造无数国语的 水浒传 西游记 如临外史 红楼梦 所以 我以为我们提倡新闻学的人 尽可不必问 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 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 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 西游记 如临外史 红楼梦的白话 有不合今日的用的 便不用它 有不够用的 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 有不得不用文言的 便用文言来补助 这样做去 绝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 也绝不用愁 没有标准白话 中国将来的新闻学用的白话 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 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 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胡先生说 这篇文章 把从前他汉陈独秀先生的种种主张 归纳到国语的文学 文学的国语十个字 其实又只有国语的文学五个字 其次更明白了 进行也就更顺利了 这话是不错的 他在破坏的解放文体的工作里 安置了制造将来的标准国语的基石 这是建设的工作 他首先指出 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 是怎样来的 在文学革命运动里 他有更详细的说明 这五百年之中 流行最广 势力最大 影响最深的书 乃是那几部颜知无闻 行之最远的水浒 三国 西游 红楼 这些小说的流行 便是白话的传播 多卖的一部小说 变天的一个白话教员 所以这几百年来 白话的知识与技术 都传播得很远 超出平常所谓 官话疆域之外 试看清朝末年 南方做白话小说的人 如李柏源是常州人 吴沃瑶是广东人 便可以想见白话传播之广远了 中国国语的写定 与传播两方面的大功臣 我们不能不公推 这几部伟大的白话小说了 这种家喻户晓的水浒 西游文字 的确是我们的新文学的基础 也是我们的标准国语的基础 但是 一个时代的大文学家 至多只能把那个时代的 现成语言 结晶成文学的著作 他们只能把那个时代的 语言的进步 做一个小小的结束 他们是语言进步的茬 并不是语言进步的原动力 至于民间日用的白话 正因为文人学者不去干涉 故反能自由变迁 自由进化 自由变迁之中 却有个条理次序可循 表面上很像没有道理 其实仔细研究起来 都是有理由的 都是改良 都是进化 白话是古文的进化呢 还是古文的退化呢 这个问题是 国语运动的生死关头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国语文与国语文学的价值 便不能确定 为其白话是进化的 它的应用的能力 在不断地增加着 所以国语的文学 才能成立和发展 胡先生教我们 莫要看清了那些 无量术的乡区渔夫 鱼相复制 他们能做那些文学专门名家 所不能做 又不敢做的革新事业 那是不错的 可是话说回来 要使国语 成为文学的国语 还得那些文学专门名家 努力做去 胡先生教人 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 尽量采用水浒传 西游记如林外史 红楼梦的白话 再用今日的白话汉文言来补助 这便是到文学的国语的路 但他后来叙述文学革命运动 提到执意的方法 严格地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 说这种译法 近年来很有人仿效 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他至少不反对国语的欧化 到了现在 这已经从一个起点 发展为一个不可抵抗的趋势 成了到文学的国语的一条大路了 胡先生的文学革命论 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 他的整理国故 也不过是哈斯里 杜尼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 他在《心思潮》的意义里说 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的国粹是什么东西 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 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 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 什么是国渣 先需要用评判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 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 他说明整理国故的意义是 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 寻出一个调理脉络来 从无头无脑里面 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 从胡说谬节里面 寻出一个真意义来 从五段迷信里面 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为什么要整理呢 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 向来没有调理 没有头绪 没有系统 所以第一步是调理系统的整理 因为前人研究古书 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 所以从来不讲就一种学术的渊源 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 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 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 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 因为前人读古书 除极少数学者以外 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 所以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 做精确的考证 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 有种种武断的成见 有种种可笑的迷信 所以第四步是 综合三步的研究 各家都还它一个本来真面目 各家都还它一个真价值 评判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 以及这四个步骤 正是哈斯里与都以的思想的实际应用 胡先生说 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 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 不含褒贬的意义 国故包含国粹 但它又包含国诈 我们若不了解国诈 如何懂得国粹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 只是国故学的缩写 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 都是我们的国故 研究这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 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 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 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 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统整一切 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 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 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鉴 都扫空了 历史是多方面的 单继朝代新亡 固然不是历史 单有一宗一派 也不成历史 过去种种 上字思想学术之大 下字一个字 一支山歌之戏 都是历史 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胡先生用历史的眼光 将整理国故的范围扩大了 他要叫人知道 学问是平等的 思想是一贯的 他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 都是本着这个意思写的 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汉白画文学史上卷 固然是划时代的 这些篇就小说的考证 也是划时代的 而将严格的考据方法 应用到小说上 胡先生是第一个人 他的收获很多 而开辟了一条新路 功劳尤大 这扩大了 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 这些小说考证的 本身价值是不小的 胡先生在 《红楼梦考证》的末尾说 我自信 这种考证的方法 除了孟淳孙先生的 董小王考之外 是向来研究 《红楼梦》的人 不曾用过的 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 能引起大家 研究《红楼梦》的兴趣 能把将来的 《红楼梦》研究 引上正当的轨道去 打破从前种种 穿凿附会的红穴 创造科学方法的 《红楼梦》研究 这便是这种考证 本身的价值 但胡先生更注重 这种考证的方法 也就是科学方法 他说 少年的朋友们 莫把这些小说考证 看作我教你们 读小说的文字 这些都只是 思想学问的方法 的一些例子 在这些文字里 我要读者学到 一点科学精神 一点科学态度 一点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 在于寻求事实 寻求真理 科学态度 在于撇开成见 割起感情 指认的事实 只跟着证据走 科学方法 只是大胆的假设 小心地求证十个字 没有证据 只可悬而不断 证据不够 只可假设 不可武断 必须等到证实之后 方才奉为定论 胡先生的考证文字里 创建大胆的假设颇多 可是真能严格地 做到割起感情 只认的事实 只跟着证据走 真能严格地 做到大胆的假设 小心地求证十个字的 似乎得推这些小说 考证为罪 他在《红楼梦考证》里说 自从我第一次发表 这篇考证以来 我已经改正了 无数大错误了 也许有将来发现 新证据后 急需改正的 他又在介绍 我自己的思想里 举曹雪芹的 生足年代问题做例 说 考证两个年代 经过七年的时间 方才得到证实 这才真是小心地求证 这种小说考证 高中学生乍一翻阅 也许觉得深奥些 其实只是生疏些 若能耐心顺次读下去 相信必会迎刃而解 他们终于会得到受用的 胡先生的小说考证 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 便是古史的讨论 这是二十年来 我们学术界一件大事 发难的是 顾杰刚先生 胡先生说 顾杰刚先生 在他的古史编的字序里曾说 他从我的水浒传 考证汉景田编等文字里 得到历史方法的暗示 这个方法 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 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 我考证水浒的故事 包公的传说 狸猫幻太子的故事 景田的制度 都用这个方法 顾先生用这方法来 研究中国古史 曾有很好的成绩 水浒的故事 包公的传说 狸猫幻太子的故事 都是小说考证 顾先生自己承认 从这些文字 汉景田编里 得到历史方法的暗示 正见得学问是平等的 思想是一贯的 本书选了一篇 古史讨论的独厚感 胡先生说 在他的文存里 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 这里面讨论了 两个基本方法 一个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 来追求传说的演变 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 来评判史料 这第一个方法 便是顾先生古史 编辞序里所提到的 他用这方法 研究中国古史 得到层累的造成的古史 这个中心的见解 顾先生自己说 层累的造成的古史 有三个意思 第一 可以说明时代欲后 传说的古史其欲长 第二 可以说明时代欲后 传说中的中心人物 欲放欲大 第三 我们在这上面 即使不能知道 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 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 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胡先生将他的方法的细节 总刮成下列的方式 第一 把每一件史诗的种种传说 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第二 研究这件史诗 在每一个时代 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第三 研究这件史诗的逐渐演进 由简单变为复杂 由漏野变为雅巡 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 由神变为人 由神话变为史诗 由预言变为事实 第四 欲可能诗 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关于第二个基本方法 就是评判史料的方法 这篇文字里 举出五项标准 胡先生说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 一切史料都是证据 但是 史家要问 第一 这种证据 是在什么地方找出来的 第二 什么时候找出来的 第三 什么人找出来的 第四 依地方汉石后上看起来 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第五 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 而他说这句话 有做假的可能吗 研究古史 高中学生的程度是不够的 他们知道这些轮廓也就行了 文学革命运动 写于民国十一年 胡先生在这段文字里 论到五年以来 白话文学的成绩指出四个要点 第三是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 长篇议论文的进步 那是显而易见的 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显著的例子 他早就自信 颇能用白话做散文 他的自信是不错的 他的散文 特别是长篇议论文 自成一种风格 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 他的长篇议论文 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 一方面明白清楚 一方面有力能动人 可以说是答一答得好 表情表得妙 胡先生以为答一答得好 表情表得妙的便是文学 文学有三个要件 第一是懂得性便是明白清楚 第二是逼人性便是有力能动人 第三是美 是前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 这个文学的介绍也许太广泛些 可是他的散文做到了他所说的 他在民国七年说过 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 都是水浒传 西游记 如临外史 红楼梦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 他的文字用的就是这种标准白话 如好汉 顶天立地的好汉 列位 一言表过不提 一笔表过 且说正文等就小说套语 他有时都还用着 但是他那些长篇议论文 在发展汉组织方面 受两起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 而笔风常代情感 更汉梁先生有一曲同工之妙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 胡先生说 他的Ibson主义 那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 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 汉解放作用 也正是因为 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 在当日却是最新鲜 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这种最大的兴奋作用 汉解放作用 一方面也由于他那带情感的笔风 他那笔风使他的别的文字 也常有兴奋的作用 所谓有力能动人 他那笔风是怎样带情感的呢 我们分析他的文字 看出几种他爱用的格调 第一是排语 翻开本书 几乎触目都是的 上面引文里也常见 这里且抄几个例子 像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最后 抱着无限的爱 和无限的希望 我很诚挚地 把这一本小书 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我要叫人一而后信 考而后信 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因为我们从不曾悔过 从不曾彻底痛责自己 从不曾彻底认错 我这几年来研究 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 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 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 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 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 诸位 千万不要说 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 你打今天起 每做一件事 便问一个为什么 为什么不把辫子剪了 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 为什么大嫂子脸上擦那么多的脂粉 为什么出棺材 要用那么多叫花子 为什么娶媳妇 也要用那么多叫花子 为什么骂人要骂她的爹妈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那个 你事半一两天 你就会觉得 这三个字的趣味 真是无穷无尽 这三个字的功用 也无穷无尽 又像是一本主义理 这种理想 是社会所最记得 大多数人都骂她是捣乱分子 都恨她扰乱治安 都说她大逆不道 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 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知识 不许她开口 不许她行动自由 把她关在监牢里 把她赶出进去 把她杀了 把她钉在十字架上 活活地钉死 把她捆在柴草上 活活烧死 台语连续地用同样的词汉 同样的句式 借着富踏与君旗 加急语气 加强语气 兴奋读者的情感 第二式对称 上面所超新生活一段 可以做例子 此外相事 但是列位仔细想想 便可明白了 你们嫌我用圣人一个字吗 他若不来时 随你怎样搔头抓耳 挖进心血 都不中用 有人对你说 人生如梦 就算是一场梦吧 可是你只有这一个 做梦的机会 欺可不振作一番 做一个痛痛快快 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 人生如戏 就说是做戏吧 可是 吴志辉先生说得好 这唱的是义无戏 自己要好看才唱的 谁便无端地 自己扮作跑龙套 辛苦地出台 只算做没有嘛 其实 人生不是梦 也不是戏 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 你种骨子 便有人冲击 你种树 便有人砍柴 便有人乘凉 你拆烂屋 便有人遭温 你放野火 便有人烧死 你种瓜便得瓜 种豆便得豆 种荆棘便得荆棘 少年的朋友们 你爱种什么 你能种什么 墨逸杰不但用对称 并且同时在用排语 又如上文引过的 自从这个 拿证据来的喊声传出以后 一语中的 拿证据来 也是对称 不过用法变化罢了 对称有如面谈 语气亲切 也是诉诸读者的情感的 第三是言辞 古语道 极恶如仇 言辞正是因为痛恨的缘故 像是 自由平等的国家 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来 这样又于右揽的民族 成为一分像人 九分像鬼的 不长进民族 空谈好听的主意 是极容易的事 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是鹦鹉汉流声机器 都能做的事 坐禅主静 不过造成许多四体不清 五谷不分的废物 晋书说网眼哨时 山陶称赞他说 何物老玉 生宁兴儿 后来不通的文人 把宁兴当作一个古典用 以为很雅很美 其实 宁兴即是现在 苏州上海人的 那横 但是 这般不通的文人一定说 那横 就比俗可绝了 汉言词相近的 是顾慎其词 顾慎其词 唯恐言之不尽 为的是表达自己 深切的信仰 像是 至于钱先生说的 纳兰成德的夫人 即是黛玉 似乎更不能成立 钱先生引他的道王词 来附会黛玉 其实这种道王的诗词 在中国旧文学里 何止几千首 况且大致都是 千篇一律的东西 若棘守道王词 可以附会林黛玉 林黛玉 真要成了人尽可夫了 这是不屑 又像是 我到了哈尔滨 在此地 我得到了一个 绝大的发现 我发现了 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我到了哈尔滨 看了道理 与道外的区别 忍不住叹口气 自己想到 这不是东方文明 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 东西洋文明的界线 只是人力车文明 与机动车文明的界线 这是我的一大发现 我们当此时候 不能不感谢那发明蒸汽机的大圣人 不能不感谢那发明店里的大圣人 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车的大圣人 你们想我用圣人这个字吗 孔夫子不说过吗 至而用之谓之气 利用出入 明显用之谓之神 孔老先生还嫌圣子不够 他简直要尊他们为神呢 这些是信仰 为了强调这些信仰 所以忍不住顾慎其词 后一节同时再用牌语 还有 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 西洋近代文明 绝不侵蚀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 西洋近代文明 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 远非东洋就文明所能梦见 我可以武断地说 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 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 这些信仰 胡先生是有充分证据的 他用大胆地武断地 只是为了强调他的信仰 他仿佛在说 即使你们觉得我的证据不充分 我还是信仰这些 胡先生在运用带情感的笔风 却不叫情感朦胧了理智 这是难能可贵的 读他的文字的人 往往不很觉得他那笔风 却只跟着他那明白清楚的思路走 他能驾驭情感 是情感只帮助他的思路 而不至于跑野马 但他还另有些格调 足以帮助他的文字的明白清楚 像比喻就是的 比喻是举比名词 因所知 见所不知 可以诉诸理智 也可以诉诸感情 胡先生用的比喻 差不多都是前者 例如 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 知识无穷 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 净一寸有一寸的愉快 净一尺有一尺的满足 这种种过去的小我 种种现在的小我 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 一代传一代 一点加一滴 一线相传 连绵不断 一水奔流 滔滔不绝 这便是一个大我 又像一森主义理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 所以不能指定 哪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 十年前用补药 十年后 或者需用歇药了 十年前用良药 十年后 或者需用热药了 这些同时再用排语 又像是 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 你不去寻求探讨 它绝不会露面 自然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 只有敲打逼赞 可以逼它吐露真情 考证的方法好有一笔 比如现今的法官判案 他坐在堂上 静听两造的律师 把证据都呈上来了 他提起笔来 宣判 某一造的证据不充足 败诉了 或是 某一造的证据充足 胜诉了 他的职务 只在评判县城的证据 他不能跳出县城的证据之外 实验的方法也有一笔 比如那侦探小说里的 Holmes探案 他必须改装为行 出外探险 造出种种机会来 使罪人 不能不呈现真凭实据 他可以不动笔 但他不能不动手动脚 去创造那逼出证据的 境地与机会 又像是 到现在 他居然能叫电器给他赶车 A他给他送信了 这也同时在用排语 以上三例 都是有趣味的比喻 还有 Uson主义例 社会对个人说 你们顺我者生 逆我者死 顺我者有赏 逆我者有罚 这是将社会拟人化 也是一种比喻 这种种比喻 虽也诉诸情感 但主要的作用还在说明 其实 胡先生所用的种种增强情感的格调 主要的作用都在说明 不过比喻这一项更显而易见罢了 文字的明白清楚 主要的还靠条理 条理是思想的秩序 条理分明 读书才容易懂 才能跟着走 长篇议论文 更得首尾一贯 最记的是 朽所欲六马 由记无归起 胡先生的文字 大多分项或分段 见假定了 自然不致大走样子 但各项各段 得有机地联系着 逻辑地联系着 不然还是难免散漫之离的毛病 胡先生的文字 一方面刚举目张 一方面又首尾连贯 的确可以作为 长篇议论文的范本 有些复杂的题材 条理不但得分明 还得严密 那就更需要组织的力量 本书中如 问题与主义二 新思潮的意义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红楼梦考证及附录 都头绪纷繁 可是写来条分履稀 丝毫不乱 当得起严密两个字 长篇议论文的结尾 最应注重 有时得提纲窃领 总刮全篇 给读者一个简要的观念 帮助他的了解汉记忆 例如不朽的末尾说 以我个人看来 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 很可以做我的宗教 接着说 我的宗教的教旨是 我这个现在的小我 对于那永远不朽的 大我的无穷过去 需负重大的责任 对于那永远不朽的 大我的无穷未来 也需负重大的责任 我需要时时想着 我应该如何努力 利用现在的小我 方才可以不辜负了 那大我的无穷过去 方才可以不遗害 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又比如 新思潮的意义的结尾 这是这几年 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 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 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 能把全副精力 灌注到研究问题上去 能把一切学理 不看作天经地义 但看作研究问题的 参考材料 能把一切学理 应用到我们自己的 种种窃要问题上去 能在研究问题上面 做输入学理的功夫 能用研究问题的功夫 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 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 新思潮运动的解释 这也是我对于 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他仿佛在说 人的身体全靠鞋里面 有无数的白血球 时时刻刻与人生的 病菌开战 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 方才可使身体健全 精神充足 社会国家的健康 也全靠社会中 有许多永不知足 永不满意 时刻与罪恶分子 龌龙分子宣战的白血球 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 需要使社会时时刻刻 有stockman一生一般的 白血球分子 只要社会常有这种 白血球精神 社会绝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接着还引译了 尹森给朋友的信里的一节话 说社会的少数人 总是向前去 多数人总是赶不上 这更是好整以侠 比有余言了 有人说 胡先生太注重明白清楚 有时不免牺牲了 精细汉确切 说他有时不免忽略了 那些虽然麻烦 却有关系的材料或证据 即如尹森主义那篇 在民国七八年间 虽曾有最大的兴奋作用 和解放作用 后来却就有人觉得粗浅了 他有一些整理国库的文字 有人觉得也不免粗浅的地方 胡先生是文学革命 和思想革命的领袖 他的文字 不能不注重宣传的作用 他偏重懂得性也是当然 他的文字 可没有一般宣传的叫嚣器 他的议论 他的说明都透彻而干脆 没有一点渣子 他所谓长篇议论文 包括说明文而言 就是这些仅够青年学生学的 况且精细确切的文字 胡先生也常有 上节所举问题 与主义二等四篇辨识的 而《红楼梦考证》及附录 更见如此 高中学生学习议论文和说明文 自然该从条理入手 比喻也练习 至于那些增强情感的格调 用时却得斟酌 大概排语不妨随便用 只要不太多不太板就成 胡先生用对称 虽是为了亲切 却带着教训的口气 青年学生用不到教训的口气 只消就亲切上着眼 但得留意 对称也容易带轻挑的口气 轻挑就失了文革了 故身其词可以用 但得配合上下文的语气 才觉自然 言词能够不用最好 胡先生的言词 有时也还不免有太过的地方 这些年很有些人攻击 胡先生的思想 青年学生以耳带目 便不大去读他的书 这不算一个不受人祸的人 胡先生说过 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 我也奉劝他们 用白话来做文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 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 这是评判的态度 青年学生 若不读胡先生的书 也不配反对他的思想 况且就是反对他的思想 他的文字 也还是值得学的 无论赞成胡先生的思想的也罢 反对他的也罢 我们奉劝高中学生 先平心静气地细读这本书 感谢观看